剛剛看到一個民事法院的判決 他是105年在板橋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158號 那這個判決他大概的事實內容是這樣 就是今天買方跟賣方 在仲介的邀約下呢 到仲介公司 就是從晚上8點下彈 就是所謂的見面彈 到凌晨一點 然後彈了最後價格合意了 然後找代數來簽約 結果後來呢 隔天 買方他就可能某些雲他覺得買貴他不想買他想反悔 最後他就自己找了屋主 說啊我今天陪你5萬塊 是不是就是我們這個約就直接就解約算了 就是我們就不要就是雙方那個 因為就是屋主可能也怕麻煩 就想好啦好啦那今天5萬塊就解約了 那結果仲介就很不開心啊 仲介他就覺得說 那今天我好不容易才達成這個買賣契約 那你今天也跟我約定說 你要付我30萬的報酬 那你們自己私下講好今天要解約 那我今天我這30萬 還有沒有辦法跟你請求 那今天我們可以先看到一個最高法院的一個判例 最高法院在49年台上至第1646阿盤裡 他有說啊 關於仲介就是這個居間人 因為契約沒借成立時啊 就可以請求報酬 如果隨後因為契約因其他原因解約 不影響我們的報酬請求權 所以說今天即使買賣雙方 他們兩個是合意解約的 但是因為今天仲介已經達成他的居間的一個 義務 所以說呢 他的報酬是一樣可以請求的 那再來第二個問題是說 如果說今天這個報酬是可以請求的話呢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付這麼多阿 你今天你可能從原來的成交後 你中間還要幫我去看一些可能辦過戶的流程阿 等等等 那今天有沒有辦法說今天我都解約了 那你少收一點嘛 那這個關於這個的規定呢 在民法的572條有規定 我們先來看一下民法572條 關於居間約定報酬的左檢 如果說呢 如果說呢 他跟法院就是要求說 你是不是30萬可以少一點阿 因為這金額真的很高耶 賣方也才收5萬塊的違約的罰款 那今天你竟然要收我30萬 那第一審法官是認為說 30萬是合理的 但是在第二審呢 今天就是第一審買方他敗訴了 他還是要賠30萬 那第二審買方上訴後呢 在這個判決 105年一樣是檢疫上至313號的判決 法院就認定阿 今天我今天簽完約之後呢 原本我必須要協助過戶阿 點交等等的事宜的這些 從己付的一些付隨義務 但是現在重建也都不用做了 所以說阿今天他認為 金額應該要減到19萬6才合理 所以說這個金額就是 金額的多寡其實就跟法官的自由新證很有關係 所以說就是你盡量 舉證對你有利的情況 在法院上呢 讓法官盡量做 對你比較有利的一個判斷 謝謝